大家好 我們信義會剛剛做了一個研究調查 研究我們過去三年 由09年到12年 我們共處理了88個青少年 干犯了有關性罪行的情況 有關性罪行的意思 我們除了在刑事條例所講的性罪行 例如非禮、非法性交之外 我們會列入一些跟性相關的罪行 即是控罪本身沒有性的含意 但他的行為本身會有性的含意 例如偷竊 青少年會偷一些女性內衣褲或泳衣 又或者油蕩罪 他本身控告一些年青人 會進行偷拍時控制油蕩罪 所以我們88個個案 除了一些很明顯的性罪行之外 包括一些我們稱為性有關的罪行 透過這88個個案 這三年研究的時候 我們有三個現象 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我們看到年齡的趨勢 有下降的跡象 過去在09年的時候 多些會集中在15歲、14歲 第二一下來 我們一至二年看到開始是13歲、14歲 看到這個情況是越來越多 一些年輕人干犯罪行 第二在患事者和受害者的認識情況 和成人的現象是完全不一樣的 成人來說根據2005年 一個香港發生的罪案及案件事主的調查裡 發現大約88個巴仙 患事者和受害者互相是不認識的 但這個情況在青少年來說是倒轉的 在我們的調查裡 在第一年87.5% 大家互相認識 發展到過去一年 即11年至12年 是100% 所有個案 34個個案 犯事者和受害者都是認識的 不單止他們認識 第二層次更加見到 他們進行一些性罪行 或者刑事罪行裡面 其實受害者 他們都是准許犯事者進行一些性行為 只不過根據香港的法例 他這個准許是無效 在法律上是不接受 以致他們的罪行成為一個可控罪 而這個比例 比由第一年的33.3% 發展到今年去到91.2% 基本上大部份的個案 其實都是大家雙方面同意 不過在法例上是不容許 這三個現象都好想跟大家分享 了解多些 究竟現在青少年發生了甚麼事 究竟我們社會有甚麼需要 這值得我們一起去探討 好像剛才所說 其實現在青少年干犯性罪行 他們不單止是互相認識 甚至受害者方面 對於犯事者的行為是認可的 只不過根據現在香港的法例 十六歲以下的青少年 是無權認可任何人士 在他們身上進行一些親戚性的行為 但這個控罪 其實仍然都是以一個非禮罪來控告 所以第一件事 其實社會應該要再反省 或者法國會應該要去檢討 究竟是否一條控罪 非禮下面是否有兩種不同意義的時候 是否這個非禮罪應該重新再修訂 甚至應該要拆開兩條例 第二 見到年青人牽涉性罪行 他們的情況 我們覺得已經去到一個拍拖性行為 即是他們相似之中 會很容易有性接觸 甚至是一些性交 其實在現在的性教育 其實遠遠落後於這個現象 所在教的事情 或者處理的現況 跟現在我們見到青少年 日常生活的情況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紅溝 所以這裡無論是青少年工作者 或者教育層面 應該要慎重去考慮 第三 見到其實在案件裏面 很多的女受害者 其實對自己是不是受害 或者事後想求助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服務 不是那麼專門性 可以提供得到 這個我們社會上也值得關注